今天最新台中隆景晚间发生 一氧化碳中毒案 疑似袭走的时候门窗紧闭 有一家人感到恶心呕吐 锦销到场的时候 发现一名12岁男童米金欧卡 VR运用更多元故宫跟洪达电合作 将在故宫南院举办特展 用虚拟实际技术带观众赏艺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选举最前线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开始 政治焦点先带您来看的就是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今天在高雄搭上旋转木马 再提他的高雄爱情产业链 由于前一天他开直播批评 林嘉龙卡摩天伦 林嘉龙反抢要他别推卸责任 而今天韩国瑜也在反批 林嘉龙搞不清楚状况 今天韩国瑜也在抛政策 提议要在高雄佛光山 跟大社观音山之间 盖一条空中缆车 途经一大事件 观音山附近的店家 大多抱持正面的态度 不过学者认为 一条缆车要动工 前置作业至少就得花五年 民进党的竞选宣传影片当中 一句高雄人对不起台湾 引发争议 而韩正英就在脸书 发起了第一届 向民进党道歉大赛 讽刺意味相当的浓厚 蓝营捡刀枪大肆攻击 而绿营这边则是全力防堵 总统蔡英文赶快说 高雄人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而韩国瑜的近半总发言人 王潜秋今天上 周玉寇的广播节目 一开始周玉寇就替王潜秋 担心说万一落选失业怎么办 后来更是火力全开 猛攻韩国瑜民调一路下滑 都是幕僚们失职 两个资深媒体人 唇枪舌战越讲越激动 王潜秋今天还再度到警局报案 他指控网友恶意散播 错误的投票资讯 说要韩家军去投票的时候 务必要在选票上面写名字 才不会被作票 可是这其实根本就是误导民众 造成选票失效 台北市长柯文哲 最近炮打城局 重提高雄欠债3000亿的话题 可以说是跟韩国瑜 同个鼻孔出气 这有绿营人士透露 种种迹象显示 柯韩两个人正在组成一个战线 形成总统挺韩 部分区离让民众党的默契 不止炮打城局 柯文哲还提醒大家 别忘了去年最大党是讨厌民进党 似乎是因为跟郭台铭结盟 反而可能威胁到民众党的生存吗 尤其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今天还爆料说 郭台铭希望他选国民党主席 新闻焦点继续还要来关注网红 波特王跟总统蔡英文合拍影片 但是大陆厂商不满影片当中 多次出现台湾总统字样 要求删除否则就解约 对此波特王不理会 宁可不赚人民币 波特王霸气的处理方式 网友直呼有尬子 不过也有另外一派是持不同的看法 请记得陈云文告诉我们 好 来看到的是这撩妹网红 波特王 他其实也是高雄在地的 年轻人在地的网红 在之前也受邀担任高雄市政府 五月份的观光代言人 并且无常的拍了广告 最近是跟总统合拍影片 并且狂撩总统 总统说到说我想把你宠坏 这番话是在把总统撩得不要不要的 而这影片也突破了 三百多万次的点阅率 但是就在昨天 因为影片当中提到太多次的 台湾总统 让这陆方的合作方非常的不开心 要求必须下架影片 当然波特王就拒绝了 不过也因此被解约了 他有提到说 虽然说会损失好几百万元 但是他实在跪不下去 这个反映让各界大赞非常的有尬词 但是现在有点不同的声音了 上次提到说 是不是未来台湾文创在找大陆资金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灰色地带了 以及未来如果跟大陆合作 就会被贴上舔共的标签呢 看得出来现在两岸非常的敏感的状况之下 恐怕很难在政治归政治 政治经济归经济了 明天再天好天气 周三就要变天降温了 赶快带你来关心明天白天的温度预测 台北市以及新北市 还有基隆北海地区是18到29度 明天是好天气 降雨几率都是零 而桃园 新竹 苗栗 明天大概是16到27度 降雨几率同样是零 天气很好 而台中 彰化 南投 16到29度 同样大太阳会出现 而云林 嘉义 台南 17到29度 越南部的话呢 这天气会是越热的情况 高雄屏东的高温呢 则是已经有到 最高温到30度了 而降雨几率同样是零 东部地区18到27度 降雨几率呢 是0%的10% 而外岛地区呢 温度低一点 15度到26度 同样是不会下雨的好天气 今天最新来看 国民党总统候选韩国瑜 今晚是出席高雄 逸销总队的表扬大会 由于逸销的精神 领受是王金平 因此也让大家联想说 是不是王金平 开始私下挺寒了 来听听逸销总队长怎么说 好 再来要看是 前立委沈富雄 今天在脸书再提蓝营的选情 他说目前国民党 内部的选情评估 是韩胜10万票 而国会会有57席 刚好是过半加半席 沈富雄说了 这是国民党高级党攻坚 操盘者的职业病都在碰轰 他还分析了 国民党的最大致命伤 是什么呢 请用文告诉我们 好 来看到是2020 蓝绿的自评选情 目前民进党方面 是规划在选签的 最后黄金周 由蔡赖双母记 在全台跑透透来奏事 并且要主打这个国会 一定要拼继续再过半 而且打出的是要下架 吴思怀 他就是国民党这次 不分区提名当中 非常争议的名单 那的确有影响到 一些蓝营的选情 但是国民党方面 似乎是蛮乐观的 他们自评在总统这一局 可以赢10万票 而国会可以拿下57席 刚刚好过半 但是这个预估让这个前立委 沈富雄非常的不以为然 他说这根本就是高级党工 跟这个操盘手的职业病 完全是碰轰到不值得一笑 他提到几个关键 第一他认为国民党在总统这局 是输定的只是大叔 跟小叔的差别而已 那如果是大叔的话 就会拖垮立委选期 尤其现在如果在气势 往下掉个2到3% 那在PK盘的选区当中 立委就会全军覆没 那到时候就会出现 最糟糕的状况 也就是国民党在下届 立委就会战力不足 那恐怕就会掉入一个 一蹶不振的下降螺旋 那是不是会应验 等到1月11号就知道了 再来看民进党 针对了不同族群吹票 像是立委参选吴一农 他的最新影片 就是呼吁年轻人 赶快出来投票 而除了声声呼唤 年轻人回家投票之外 还推出了 这是民进党锁定 新著名的竞选广告 用6种语言 要抢13万新著名的选票 不过民进党的另外一个 竞选广告 则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那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 有说高雄人对不起台湾 面对外界的批评 说民进党根本就是谢泽 自己做不好 还怪人家没投给他们 民进党从上到下赶快灭火 继续再请韵文带我们来看看 好了 看到的是选战倒数时刻 但是民进党竟出现 两个很可疑的言行 甚至是有些的失言了 现在看到的是 民进党的秘书长罗文嘉 之前提到说 这政党票不要投给小党 以免造成浪费 那这番话 那这位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游一龙就批评 根本就是公然的踩 在小党的逮巴里上 抢息次抢补助款 已经丧失了大党的风格跟风范 另外就是最近民进党公布的 最新一波的广告 在记者会当时 这位高雄的立委管碧玲就提到 高雄人对不起台湾 是一个普遍的心情 这句话引发了很大的批评 他也提到说 这句话表示这个核心思维是非常的丑陋的 而且在推卸责任 根本没有从败选中好好的反省检讨 所以今天总统是出来灭火了 他提到说高雄人并没有对不起谁 也没有欠谁什么 去年的确是民进党选不好 让支持者失望了 让高雄人失望了 除了总统之外 这位民进党的主席中 他也提到说这支广告是借一支笔来写出 民进党对台湾真诚的歉意跟感触 不应该被扭曲 看得出来绿营的两大主帅纷纷出来灭火 就怕这个失言会坏了民进党选情 其他新闻还要来看这惊险一刻 警方14号逮捕炸弹客 经历了三波波火 而最关键的第三波攻坚画面 可以看到警方破门炸弹客即使中弹 仍旧一手拿枪 一手握着遥控器 这也是港湖区双输对决 国民党李燕秀跟民进党高嘉宇 今天出席同场活动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都希望可以拉拢 现任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因为港湖区也是黄珊珊的老选区 她在这里有不少的装脚组织 所以蓝绿候选人都积极向她展现友好 而韩国瑜国阵顾问团成员黄世修 则是在脸书爆料 点名纪录片导演李慧仁协助卡绳 杨慧如拍摄网路影片催票 李慧仁赶紧成心 而每到选举候选人的文胜品价值 都会被拿来讨论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蔡逸渝就被质疑 后援会成立时候的赠品实在太丰富了 随便算一算都超过选拔法规定的30块钱 让长辈开心迎接新的一年 新北市政府将在1月1号元旦 举办2020新北歌厅秀 会邀请白冰冰 杨凡 沈文成等歌厅秀 舞虎带领民众还有众星轮番演出 重现早期的秀场魅力 水南最后倒数 韩正英努力要唤起民众对执政党 施政不利的印象 他们怎么做呢 时间交给韵文 好 来看到是2020的政见大比拼 韩正英今天开一场记者会 可以来看到是 这桌上摆了一整排的芭蕾 他们在讽刺 总统常常都在拜庙序位 公庙总统只会开芭蕾票 他们调料了十大项 民进党政府的跳票权记录 现在看到的是第一项是鼓励青年创业 因为之前上届大选的时候 蔡英文提出要建立一个 亚洲的青年IPO资本中心 但是实至现在是完全没有下文的 再来就是18岁公民权 这部分必须要修宪是关于县改 而民进党是全面的执政 怎么不好好积极来推动呢 还有就是公民投票 以及解决手指化 还有社会住宅保证8年20万户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这个在动工中或者是完工的 也才4万多户而已 另外还有是2025年飞和家园 不缺电不涨电价 但是您还记得吗 在2017年全台大跳电 林总总总有十大项的 这个跳票记录 是要打击民进党政府 来看到的是这位发言人 郑兆欣就提到说 民进党政府就好像是渣男一般 平常都没有在关乎社会公益 但是到有需求的时候 就会回家来哭诉 看得出来韩半 曾经两位发言人之后 是天天一场记者会 这炮火非常猛烈 民进党在最大票仓 新北市不少选区呈现 55波拉锯战 因此他们决定选前 重兵部署北台湾